2024年才刚刚开局 OPPO的旗舰影像OPPO FINE X7系列 突然王炸登场 双潜望 四主摄又是哈苏大师影像 直接把期待值给拉满了 哈喽我是元莎 你的数码影像HOMI OPPO FINE X7标准版和Ultra版本都已到手 珠光白玻璃和皮质的拼筋 手感非常不错 标准版是三个摄像头 而Ultra是四个摄像头 全大体主摄配置到底影像表现怎么样 先帮你们测上一测 这次我用OPPO FINE X7 Ultra 跟别厂的三款旗舰Pro比上一笔 看看能否杀出重围 首先依旧是小姐妹们超爱的人像部分 一倍人像焦段 可以看出在阳光下 Vivo和OPPO保留了更为正确的光影关系 尤其是OPPO会显得人物更加立体 背景虚化过度也非常自然 两倍人像焦段 华为的整体有一种柔柔的暖黄色 Vivo的画面对比相对会比较强 苹果一如既往的写实 OPPO这张的光影感 还原真实 照片空间感也不错 皮肤显得柔和又白皙 在这里OPPO和Vivo的前景虚化都非常自然 背景也有动物变化 而且OPPO这次对于发丝的处理表现非常惊艳 连这种细小的发丝也能拍出清晰细腻的空气感 三倍人像 整体看差别不太大 凤大会发现 Vivo把人物提亮 脸上的光影却几乎消失了 对比四张照片 皮肤的质感和面部细微的光影变化 的确是OPPO的表现更好 人物边缘也几乎没有手机人像模式抠图的痕迹 有趣的是四张照片的背景呈现出了四种虚实 大小层次各有不同的光斑 你可喜欢哪家的人像风格呢 除了三个统一的人像焦段 OPPO FINE X7 Ultra还拥有一个特殊的六倍人像 即便在杂料的场景中也能拍出背景干净 画质清晰的人像特写 接下来看看景物的拍摄 这次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OPPO FINE X7系列将专业模式更名为大师模式 并且加上了一个AUTO档位可以自动调节拍数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在五个焦段之间切换 按下快门即可拍出Houseway的大师影像 不管是细腻的光影还是温温的成像 都更加接近胆反 右边的调节按钮可以快速调节对比度 按脚等等效果 这让大师模式变得更加有可玩性 专业玩家还可以切换到Pro模式 进行更多的细节调整 这个改动让OPPO FINE X7系列的Houseon影像 变得更加清明了 真正可以做到人人都是大师 那么一起来感受一下大师模式的魅力吧 不得不说这张我是真喜欢 这三张都将画面提亮了 只有OPPO FINE X7 Ultra的这张照片 保持了挺愿的幽静 深邃 拍出了一种副片影感 感知地面细节还是明暗过渡 都是细腻又真实的哈苏味道 Vivo的风格是高对比 提亮暗部 锐化细节 将色彩变得浓烈 第一眼惊艳 但不够耐看 而华为偏向更柔和的成像 更暖的色调 就像是整体加了一层柔光滤镜 iPhone比较还原真实 空间感就如图所示 暗光环境下也老是帮你自动提亮 OPPO的明暗就很有逻辑 该黑就黑 该亮就亮 色彩和远近虚实 都尽力还原正确的光影关系 保留丰富细节 还能呈现细腻的质感 显得影雕深邃 画面有故事感 另外OPPO Find X7系列还升级了全焦段杜比视频 实际对比例下 可以说流畅度 连贯性 以及画面色彩明暗表现都非常接近 如果说OPPO Find X7 Ultra有些预算吃紧 那么标准版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据我实拍测试 标准版只比Ultra少一个六倍人像模式 其他不论是拍人物还是景物 都非常追近Ultra的成像效果 深色的影调和细腻的光影 依旧是浓浓的哈苏味 OPPO Find X7称得上是全面超越Pro的标准版了 更低的门槛 更具性价比的配置 却视为哈苏相机的入坑之选 如果你只需要画质清晰 色彩鲜明 那么可能OPPO Find X7系列并不一定适合你 而哈苏影像更极致细腻的光影表达和明暗层次 可以帮助拍摄者更容易地通过拍摄 传递情绪和故事感 在我看来 这才是摄影的魅力所在 今天这些影像测评 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 同时也非常需要你们的点赞支持 咱们下期见 拜拜